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佳太书 今天我们会一起看的是第一章的第13节至第17节 今天的主日讲题的题目是叫做黑历史至属灵生命更新的轨迹 让我们再次去打开这段圣经一起去小心去研读 今天这段圣经其实是连接着上一个星期我们所讲的圣经 是从第11和12节开始有连贯的 让我一次过将连接第11和12节的经文一併读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全面的理解 我会先读出和合本 大兄们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那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迫伏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给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自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遗子启示在我心里 要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熟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被我先作仕途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历史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本身自己就是一段历史 但历史也可以分之为正面的清历史 或者简称为我们的glourious past 或者bright side of our history 和负面的黑历史 称为dark past or dark history 有些人选择是流明清史 但也有些人是愿意遗臭万年 而两者背后的动机其实可以说得是南源不切 不过即是两者的动机都是南源不切 无论是你或者我 始终留下一个怎样的历史都好 我们总是不喜欢被人提起自己口流的一面 自己更加不会是自暴其术 本上被人挖出一些黑的历史 就好像我们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 他最怕就被人整天挖他青少年时候去吃大麻这件事 或者美国的前任总统克林顿 也最不想人家重提他 如何与那位建杂生来温斯基的性丑闻 甚至我们自己一个 那么平凡不是什么国家元首都好 我们都不希望有人去提及到 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些出丑的历史 但是当我们今天去读到加拉太书 第1章第13节至17节的时候 我们却是读到司徒保罗他自己亲自主动地去重新提出 一段有关于他自己的黑历史 而且这一段的黑历史不单只要人难以启齿 更重要的是这段的黑历史 分分钟是可以说得使得保罗他连在这个宗教界的垃圾 足机会都可以被除去 既然一段历史是这么可怕的 为什么保罗还要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加拉太书第1章 特别第13节至17节里面 自朝其辱或者自己掀起个肚皮去给人看他的丑相呢 这个正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主日崇拜的主题 就是黑的历史以至于我们属灵生命更新的轨迹 我们再次去看看这段圣经的经文的内容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 也重复上一次我们看第11、12节的时候的经文的内容 在这段经文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得是承接保罗 去谈论到他得知这个福音的来源 是完全不是源自于任何人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保罗在这里他就谈到他得知了这个福音的由来的过程 上文就说到福音的源头 而在这个时候保罗就需要提及他自己在宗教的背景 特别他这段黑历史的恩入 但是有什么动机使得保罗要将这段黑历史再次提出来呢 如果保罗这样说也会不会更加削弱了他自己在加拉太宗教会里面的公信力 甚至会不会成为被人捉住他的把柄或者他的痛脚 而使他能够巩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他们的属灵生命 免得被一些假教师去搅拗 而这件事是做不成功的呢 这个正是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经文的最有趣的地方 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我们逐少逐少的去看 我们会分为两部分去看 第一部分是第十三和第十四节 或者我再读多一次第十三和第十四节 让大家再去熟悉一下这段经文讲什么 罗和合本里面这样说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迫白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更有掌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保罗想说什么呢 在这单单两节里面 其实保罗很想重调一点 当我们热心于一个错误的焦点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和后果 保罗在这里谈论到有关于他一些黑历史 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说他热心的问题 热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 热心本来是一个表现出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投入 他的承认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热心是投放了一个错误的焦点的时候 分分钟可以造成一个摧毁性极大的一个后果 所以在希伯和匹列文里面特别用到一个字眼去形容到保罗去逼迫残害上帝教会的时候 特别谈论到残害教会的过程去极力地去做 是产生一个摧毁性的一个结果 从这里这两节里面保罗将他昔日在犹太教当中的时候 那份火热的心可以说推至极点 即是身边其他人都无人能及的地步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说我同期的人去做一个比较 如果保罗我自己认是第二名的热心的话 其他我相信没人敢再认是第一 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么严重的时候 其实他是集中去说到这个焦点发生错误的问题 其实同时也都间接或者直接地去谈论到在加勒泰地区的教会当中 不少的假教师他们同样是带着这份错误的焦点 来到在加勒泰地区的教会当中存在 包括是什么 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的一些例子 不同版本的基督教 比如一个犹太教化了的基督教 或者是说我完全是自由的释放的 我不再受任何束缚的 所以我们是自由地决定 我们看我们认为的信仰是怎么样 我们怎样去演绎信仰 完全是在乎于我们自己 其实保罗在这里一开宗明 而讲到当一个错误的焦点一放下去的时候 整个的信仰就会变成一个摧毁 保罗在这里我们会特别留意到 他经常提到犹太教 或者在这里第十四节所讲到的 祖宗的遗传 其实这两个字眼都是一个同意词 是表明到有些人只是看某一个的传统 就是他们的正统 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整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 保罗其实已经在前文多次提及过这个真正的福音 其实这个正统不是源自于犹太教或者祖宗的遗传 祖宗的遗传不仅只是谈论到耶和神的律例典 还有很多人为的传统在犹太教里面作为一些计定规条 例如很简单于他们有一些叫Midrash Midrash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人的一些识经 他们有自己对一些律法的传统演绎 而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Midrash 他后来衍生到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 有巴勒斯坦的版本 有巴比伦的版本 就是说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都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版本的时候 当在这两个不同的版本的演绎的时候 不同的人就会在他们的版本里面加上注释 连每一个人加上注释都成为了犹太教的传统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重点不是热心与否 重点是当热心在一个错的所谓正统的时候 就会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严重的问题? 是要谈及到救恩的问题 因为其实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宗旨 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救恩当中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然后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这件事 如果我们将这一个唯独在福音里面的核心焦点 将它转移或者加添或者修改 就会造成一个使得我们能够跌入一个罪恶的情况 甚至我们失去救恩的可能性 所以谈及到有关于救恩的主题 是一个保罗很重要的讨论焦点 所以所谓的一个正本本来就不是出于人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犹太教里面人唯有很多的传统 而这些传统就造成了他们所依赖 而在加添太教会里面 其中一个最多维讨论的 或者是被传说的假教师教导 就是他们回去把犹太教拿回来 去信耶稣 只不过信耶稣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在这个错误的神学里面 他认为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正统 其实正正这个就是人为的因素 所以保罗无论在先前第十一、十二节里面 很强调他得着福音的来源 这个福音的成就本身也不是从人而来的 而在第一章的第三和第四节里面 我们同样看见 保罗很强调福音是由父神而来 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当中 而父神使得耶稣基督復活之后 这个福音得以成就 这个已经是清清楚了在前文保罗 开张名义的时候已经介绍得 让我们每一个明白 所以当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他们看到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应该马上去想 我们所看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人 传一些不同的时候 那个问题所在是什么呢 保罗就在这个时候说 因为这个是生命有关的事 但是保罗怎么才可以说服 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 他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去讲述这件事 他作为一个曾经在犹太教里面 去主动地去迫白教会的一个首当其中的人 而且没有人及他 他是首屈一指 最晓得是迫白信徒 就告诉我们 他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今天你们在加拉太教会里面 那些假教师 假传道传给你们的信息 昔日我保罗所相信的犹太教的教义 其实就等同于今天这帮人 同样都是带你们去死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 其实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以一个有这么好的资格去评论这件事 不过他自己就身受其害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保罗是为了加拉太宗教会的信徒 希望他们真是在得救上有份 于是他的目的 为何连自己的黑历史也要挖出来说呢 就是希望借着他自己的经验 去纠正所有这帮加拉太 已经很快离开了原本 纯正福音的教会的信徒 让他们重新把焦点 由这个错误的人定的标准 转移回去以耶稣基督 复活这个为主核心的基础的福音 而当这个焦点能够重新放正的时候 就不会有问题 不然的话就好像昔日保罗 害死了很多基督徒一样 保罗其实这样 其实向加拉太教会中信徒 提出一个很严谨的强烈劝言 希望他们能够晓得在一样东西 拆穿这些假教师 假传道人的面目 兄弟姐妹 只要简单的两句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 其实是要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福音的基础 为什么福音的基础要不从人而来呢 因为要完全由耶稣基督而定定呢 现在要是由上帝的设计而造成呢 因为这是与救赎有关的事情 另外这个介绍也能够打开了保罗 去帮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他们开始去慢慢去尝试 去藉着这个原有的福音 去抵抗他今天所好像很向往的这帮假教师 他们的教导 而让他们去慢慢去识别出他们的问题 弟兄姐妹 今天其实我们同样是应该读完加拉太书 应该学习这件事 去分辨哪些才是真的神的信息 哪些才是真正神猜猜 要我们去学习的他的道理的传道人 而我们不可以只是说 每一次都要有什么都找牧师帮助你才行 我们自己要本身去学习有这样的能力 分辨出哪些是真的信息 分辨得出哪些是真的神的仕途 哪些是真的神所使用的神的伯仁 或者传道人 我们不可以说 打个电话问一下牧师 现在的网络很方便 评论给牧师 不行 牧师都会回答你 但是牧师不可以每一次都在你身边 或者你的电话没有电 那又怎么办 找不到牧师 难道你不懂分辨吗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重要的打开了的话题 将自己介绍出来给他们知道 其实目的不是将自己丑法 而是如何 去启发加拉太宗教会 他们能够辨译出 其实在你当中的人是什么人 不要说我保罗说他们坏了 你们看不看到 怎么看呢 用福音 用这个从耶稣基督所定定的福音去看 或者你们只是透过 看看这些传道人 看看他们的名气够不够大 或者看看他们的口碑 大家对于他们的口碑好不好 或者他说的内容是否合作 或者我曾经听过一些信 那个传道人的声音很漂亮 他说话的口才很好 他很英俊 我们是否用这些东西去量度 我们想听的福音是真还是假 还是我们回到焦点的福音本质上面 保罗其实以他自己过来人的身份 就告诉我们 其实保罗曾经犯过错 保罗其实可以说得他已经是错得很严 因为他杀死人 但是保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说 这样我就 于是乎 自己以前错过 现在走掉了出来 我不想你们这样做 于是乎保罗又有你们错一次 不是 保罗知道他已经走迷了 怎样他们能够自省起来 透过有圣灵提醒他们 能够去测验到看到 目者的角色就是这样 提出一些圣经的教导 一些指引 然后当你知道的时候 让圣灵配合在上面的工作 你就可以明白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以为他说的东西都挺合理 也都说的好像很合传统 基督教传统就是这么说 哪个哪个曾经这么说过 我们很普遍的 我们经常在教会 哪个名牧师曾经说过这个题目 说什么 他说的一定是对的 是不是这样呢 弟兄姊妹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危险 保罗其实最希望的是 加以太教会 能够启发他们 可以有一个自省辨别 不要那么容易被这些人欺骗得到 这些假教师他们当然口才好 可能很英俊 说的东西很吸引 但是如果只是凭这些的时候 我们只是认为他说的东西就是对的 那其实等同于 类似我们信一个戏子做戏一样 娱乐性很丰富 所以今天很多人回教会 觉得教会要有娱乐性 唱歌要有感动 要有感觉 但是实际上 那个内容 圣经的真理合不合呢 那些一切不理 因为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样 而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 向死亡走去 有什么分别呢 保罗在这里 他说了他自己以前 一些这么丑恶的历史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 保罗除了 我说给当时 加拉太教会的人 知道 如何去 发现到自己有 过去的黑历史 他同时要告诉 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知道 在恩典之下 保罗怎么被启动 生命可以得到更新 这条跪迹 能够开始 让他走上去 就在15-17节里 15-17节说什么呢 发现而 那把我从母福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照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 与熟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 去见那些 给我先作仕途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保罗来到这个时候 不单止 将自己过去的丑陋 的宗教历史提出 其实可以这么说 保罗提出这个 他的宗教历史的背景 可以说得 他的前途已经玩完了 因为他所做的事 现在反而去信耶稣 其实等同于否定 他以前所信的事 按照道理 他的宗教事业应该玩完了 但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的做法 不像今天 我们很多的信徒 在报道会上的港台 讲得救见证 多夸张地抹黑自己 然后企图产生了 强烈的福音的 气劇性神积效果 但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待会看看 他没有这样的意思 保罗不是竭力在这里 将自己有这么描割 得这么描割 然后突然信主 神迹显现了 很多基督徒了解 保罗的信主过程 是这样的 觉得保罗 他自己的信主 无与伦比 特别是他在 《仕途行传》的描述里面 给我们看 保罗是好像 故意将自己 显露出 他只有神特 向他显灵 没有人能及 只有他才是真的 很多信徒都是今天 这么传道 很多信徒作见证 都是这样 这种叫做什么 哗众取宠 以一些说话去吸引人 我以前是怎样的 我以前是嫖到喝醉 我告诉你 他去哪里嫖到 说了很多 但保罗是不是 要做出这种 语不经人 势不优的效果 相反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的 却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 保罗 其实在这里 他没有故意将自己 去描述到 有多详细 他有多杀多少人 怎样杀法 怎样做 不像《士徒行传》里面的记载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回《士徒行传》 如果大家有兴趣 大家在灵修的时候 再去看回 很久在这里 反而是借着他 说回他过去历史 向加拉太的宗教会指述 他更加清楚地看到 自己如何在神的恩典之中 能够得到更新过来 当然 他以前是一个做尽恶事的人 甚至他所做的事 连自己都可能不堪回首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 他所做的事 现在 他改讯了耶稣基督之后 可以说得 在犹太教 他不用再纳烛了 当时主流就是犹太教 你也是原本首席的教授 训练出来的加玛列门下的门生 现在你改讯基督教 你还可以做 好像你原本在回教 回教国家 回教徒 回教的领袖 你突然间说要信耶稣 你以后都不用在那里生存了 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说得 所有的前途都玩完之際 但是 保罗在这个时候 告诉我 我们看回第15节 他说 然而 那把我从母福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 保罗第一样说了 这位神 这位父神 原来 早早在我 仍然在母福 一生出来的时候 就预备了我分别是要去做他的事 怎么做呢 我之前做错了 但是做错了 怎样 就是6节 跟着说 然后 既然 来以将他义子 显示在我心里 原来上帝在这个时候 看到保罗做到这么错 给了一个机会 让他的义子 即耶稣基督 向保罗 呼召保罗 让他进到外邦人的当中去传道 大兄姐妹 我们看看 在这里 保罗所提及的 他过去 如何由破误的焦点 以犹太教为中心 而残害基督徒 转过来 去到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是借着父神他的差遣 喜欢要将保罗 抽过耶稣基督的呼召 照他回来 在一条正图的上面 保罗在这个形容 其实是告诉我们 知道什么 就是保罗要表达出一份 仿余格勢 復活翻生的经验 我们从这里所看见 保罗这个经验 他觉得是很大的满足 但是这个满足 不是源自于自己 而是源自于父神 所以保罗在之后 第二章第二十节 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去形容他当时的信主的心情 他说是什么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保罗这份满有感恩的心情 不是源自于某一个人 不是源自于自己 自己个人的 satisfaction 自己的满足感 而是怎么样 原来再在我里面 活着的那份生命 不同了 不再是我保罗 以前的保罗 是要靠着自己的方式 火热的心 去实践 推行犹太教 他们的遗传 但是 当他离开了这些东西 以为连宗教界都没有办法 那时候 原来耶稣基督 在这个时候呼召他出来 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这种是什么 是一种恩 所以十五节说 由施恩召我 他说到 我原本是不配得到的 这些情况 他的待遇 其实原本我不应该有 我应该死的 我害了这么多基督徒 基督徒也死了 是我一手一脚搞成的 我不值得了 不过 上帝又带他回来 所以保罗在这里 去将他那份 灵性能够重新再活过 那份喜悦满足的心情 体会到真正什么叫因典 而将这个这样的因典 活活地摆在加拉太教会上 在加拉太教会的人的众人面前 所以保罗 陈述他的黑历史 过去这么不光彩的事情 不但没有削弱到保罗在加拉太教会的 众信徒当中那份的公信力 反而更加加拉太教会 更欣赏到神 在保罗他的身上的作为 什么作为 就是那份恩典 保罗在这里 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要高举自己 我们去留意一下 其实保罗从来 这些见证 他没有瞄到自己很黑 自己突然间怎么样 很厉害 很平和 很自然地发生了 按照时序发生了出来 而这个转列点 只不过是上帝的恩典 撕到保罗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这个描述 反而叫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更向往 可以同样得到 好像神儿子耶稣基督 呼召保罗那种呼召 并且照他们能够去 运用在救恩当中的圣迹 所以保罗这样的描述 其实不是高举自己 反而是将上帝活活地摆在 加拉太教会的面前 让他们看到 我以前是怎样策 我以前是怎样信错 你们现在都可能是这样信错 不过首先你要明白 如何测验你现在面前这批假教师 这个你需要 认识福音 认识完福音之后 如何推动你们 可以离开他们 就不是纯粹看着福音 你又错了 你又错了 你自己看到别人错没用 你看到自己有多错 所以保罗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信错的时候 我怎样疯狂都好 我信错了 其实上帝的恩典一到 我们就可以回转你上来 保罗用这样的描述 去吸引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告诉他们 你们都可以做得到 我这么差的保罗 都做得到了 因为上帝有恩典 上帝的恩典 你不是只是给我保罗 而是给所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 而是严肯的拯救 但是谁能做到这个扭转局面 不是保罗自己 不是保罗的口有多好 不是保罗的使徒身份 如何被定定了清楚 而是上帝的恩典 弟姊妹 如果同样我们是有信错的地方 我们真的要求神的恩典 让我们看到如何将上帝那份我们看慕在他真正的救恩里面所成就的恩典 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份渴求的心如果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更新过来 所以很多大天职会诚人问我 黄牧师我们如何才能更新过来 或者有些信徒说 黄牧师我听你讲到和其他牧师不同 是同一段圣经来的 他说的东西我听了很多个牧师 但唯独是你不同 我问为什么不同 我问你又看一个是不是经文说的 他说是呀经文是这么说的 我问既然经文是这么说的时候 你认同的是信圣经的道理 还是听一个人的说话 所以我经常说那句 如果我说的道理在圣经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听 保罗其实同样都是这样的原理 如果我说的福音 是和你所信的福音 是都从至于耶稣基督而来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恩典里面 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更新过来 纵使这一刻你可能相信错 我可能相信错 或者我们的焦点放错了 因为假的教师传一些假的信息 我们很愿人眼目 让我们心里觉得很兴奋 很开放 只要我们用回圣经的道理 一量度 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新过来 还有一样 在这里这段圣经很特别的地方 保罗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分别 在第15节里面 他说 然而那把我从母福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接着16节就说 让他能够借着他的儿子的启示 乐意是给耶稣基督启示 在保罗的里面去显示 让保罗就可以去向外帮全道 在这里分别这个字眼 其实是应该画出一个很重要的神课 就是说给我们知道 原来侍奉只是供上帝所使用的 不会有其他蚕杂的意思里面 分别的意思就是跟所有东西都排除 只为一样东西就去使用 或者排除所有其他人使用你 只是给上帝唯一使用你 所以换句话来说 保罗在这里用了这个词汇去描写 侍奉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保罗说我的侍奉 是不会有其他习念加在其中的 不会因为侍奉你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今天很多全道人都是这样的 我侍奉得你好一些 于是乎我就多一些表现 于是乎我多一些表现 我就可以升做主任牧师 或者做按摩的机会 不用一世做传道仔 小传道 不是有升职 一你这样想 你其实就已经出问题了 就不是分别了 事奉上帝的人 他们不会心怀疑 不会做一件事 在你面前就期望得到另一件事 但假教师就不是 假教师他传主导给你的时候 看来他好像在传上帝的说话给你 但其实目的他是什么 上文说过 取悦你 为什么要取悦你 取悦你的时候 他就在你当中可以赚取 拿取很多不同的利益 所以今天很多的全道人 就是这样逐步逐步成为 今天很多教会的全道人 主任牧师 结局是怎么样 他们心怀意义去侍奉神 就不是分别出来事奉 分别这个词眼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介绍给我们听 在昔日 《旧约圣经》里面 拿西尔人 其实他一生都是被分别出来 去被神使用 他没有其他的了 他如果自己立了愿 他要做拿西尔人 他就做他所有东西都分别了 其实天主教有些地方 都是用这个思维 就说 所以做神父 或者做修女 以后什么都没有 全部都在教会里面 就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那些我们不是今天讨论的焦点 不过从这里 其实不是说个积分那么简单 是整个人的心态 事奉的属灵态度 甚至整个人的属灵生命 只是被上大去管束 所以是没有其他习念 是参集在这些事奉的人里面 应该 这个很久又提供多一个 一条门路 又被加太宗教会的信徒去看 那你又来看看 这些假的教师 又在做什么呢 奉罗其实是逐步逐步的 去帮他们去体验 测验 辨别 在他们当中的假教师 究竟他们是假在哪里 另外 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到 另一个描述 第十六节 他说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当中 这里有发了一个 很重要的神学讨论 也会关乎加太书写的时间 很多人认为 加太书写的时候 应该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 然后再写 过了耶路撒冷会议 保罗然后再去第二次报道旅程 然后再写 但是 其实从这段圣经里面 刚刚从这段圣经 这句说话里面 就告诉他们 正正加太书写的时间 就不关于耶路撒冷会议的事 甚至可以说 比耶路撒冷会议早很多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 耶路撒冷会议的记录 特别是在《士徒行传》第15章 耶路撒冷会议 在《士徒行传》第15章 第1至35节 但我们特别留意《士徒行传》第15章 第7节里面 当彼得去陈述在开会的时候 关乎于犹太人的基督徒 在外邦的里面 需不需要受割礼 或者外邦的信徒 需不需要再受割礼 才进入到可以信耶稣这件事的时候 15章第7节 比特就站起来 然后怎么说 他说是由上帝差派 比特的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冷会议 是要委派保罗去做外邦的仕徒 我们不如说 其实耶路撒冷会议 根本就是叫彼得去做外邦的仕徒 只不过保罗在这件事上面 有参与 然后得到一个最终的神学的结论 就说 其实不需要再行过礼 才是一个基督徒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正好告诉我们 保罗要作外邦人的仕徒 其实是另有原因 不是因为耶路撒冷会议 是什么原因 接着在第16、17节 他说 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 我 没有与熟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想耶路撒冷去见那些给我先作仕徒的 否定了仕徒行传里面 说耶路撒冷会议 其实就是要委派保罗去做外邦人仕徒这件事 不 唯独往阿拉伯去 又回到大马士 你们会觉得 牧师在说什么 其实保罗在这里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一 保罗做外邦人的仕徒 不是因为耶路撒冷会议 而是早在保罗信主的时候 当保罗一梦主的呼召的时候 保罗做了什么呢 保罗现在亲口告诉我们 他说你去做外邦当中传道 传说耶稣基督自己 让人知道 什么时候 马上保罗说 我从这个信息得到之后 我没有跟任何有血气的人商量过 即是保罗说我都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 究竟我应该下一步怎么做呢 没有 他只得了一个信息 就是从耶稣那里去向外帮人传道 于是乎他也不需要走去 也没有 他没有说需要 他没有去耶路撒冷 去参考一下 那些已经早过我做仕徒的人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门徒 特别是彼得 对不对 保罗去做什么 完全跟那些人没有做过商量 保罗去了阿拉伯那里 去了那里做什么 其实我们其他的经文 可以告诉他 原来保罗后来去了阿拉伯那里 接近有三年的时间 我们之后再看 然后他去完那里 然后再去到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和阿拉伯是什么地区 你可能会问 阿拉伯呢 其实当时只需要在这个 约旦河尔东 就已经是算作为一个 阿拉伯人的地区 而大马士革 我们就大家都知道 大马士革是属于这个 约旦河尔东 但是东北的地区 那里都仍然有犹太人 在那里住的地方 达马斯革 第一师妹 保罗去到什么地方 简单来说 用一个字眼 就形容 外邦人世界 保罗在这里说 让你和我知道 原来当他在上帝 猜派耶稣基督 他的独生儿子 呼召了他之后 保罗其实完全没有和任何的人 计划有任何的商议 他只带着单纯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呼召 就去外邦传道 换句话来说 保罗其实这个福音 从得着的福音 到福音的猜名 其实都跟任何人事是没有什么交割 不是因为一些什么的人事关系 是在乱腾腾腾腾之下去做的事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至少反映出保罗 昔日 他如何在加玛列门下 借着加玛列的名气 他可以层层关系 打上这个犹太教里面的 首位一致的领袖 现在他完全扔掉那一套 现在变成什么 完全不靠人 只靠上帝 只靠耶稣基督 单一个的信息 呼召 他就去做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保罗其实同来他的侍奉 都不是靠人 当他转信了耶稣之后 他所有的侍奉 再不是靠人事关系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今天的事务方向 今天我们其实其中第一件事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报道时工 今天我们很需要在我们报道时工上面有很多个反思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很多人都在报道会上面说一些报道见证 那些见证就说到有哭了 有多可怜 有多可怕 突然间 以前我们的牧者教就说 这样就信主了 他们想造成一种这样的气氛 于是乎有很多人真的去说见证的时候 语出惊人 又吹牛 说到一个微飞式舞 但是全部是假的 偏作的故事的见证 我们不谈论这一类了 我们只谈论那些真心想人去信主 以人得救为目的的见证 没错 我们是需要有真诚的态度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将我们未信主之前那些黑历史 具世无瑕地把它说出来给人知道 我们看一下即或是保罗他自己在这段圣经里面 从第13至17节里面的见证 我们都看见保罗的目的只是顾及见证的造就性 没错 我们是说要真诚 说见证要真 但是就算是怎样真也好 我们不是说出来害怕别人 然后突然间上帝显灵 然后做了些事情 接着我们来一个180度的信主 神迹大变身 不是这样 你看看保罗 从第13节开始 他说 我以前在犹太教做的事情 都是你们听问的 保罗不需要具世无瑕地去告诉他 保罗说 那些是你们已经听过的 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的情况 让那些人想到 保罗其实也是一个以前是这样信主的人 就是这样信上帝的人 你看看第15-16节 我们看保罗很笼统地谈及他怎么样 直着父神猜派耶稣基督来 他蒙呼召 然后他就去到发展 跟着他的侍奉 没有任何哗众取统的形式 他说你看我多特别 我做仕途的 是特别有耶稣显灵 然后再说他没有啊 大英姊妹 他说上帝在他恩典之下 然后叉耶稣来向我解释 于是乎我就去侍奉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点 我们去今天做报道的工作 没错 我们很想人信主 但是我们更加要同事 要让人知道 我的信主是上帝恩典就够了 那个造就星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说 我说到多微悲息母 多酷 多赞人热泪 然后那个人 记得我的福音 我的见证 他就信主了 对不起 人家记住你的见证 而信主 那些人没有得救的 但是那个人记住 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怎么样为我们罪死 而他今生看自己的罪 应罪灰感 那个人就开始得救了 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留意 第二点 宝罗在刻意勾画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的同事 他又介绍他自己人生方向的改变 他由昔日依靠人的传统 即以人为中心的传统 改变以父神和耶稣基督 以神为中心的进程 我称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讲道题目 就是生命更新的轨迹 他将这个轨迹勾画出来 并且怎么样 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上帝接纳之后 他就揭力去好好保守神这个照明的本质 不想有任何人的因素 他在当中涉及而影响了那个纯传 我们看看 就是保罗对于他这个照明那份的真而众之 和所付出的努力 如何保守他的纯传 并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如何让上帝可以全权地在保罗身上 去使用保罗 保罗这种的介绍 是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也在先前我已经直着说 这个分开分别的时候 已经说过 就是我们单纯只是给上帝用 因为我们的心也只是一条心 给上帝用 神的师徒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创造出来 叫做一靈两灵 我们不是说我们一条生命 我们带着两份灵去处理 一份是属世的灵 一份是属神的灵 而去使用 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统一的生命 统一的神的灵 在我们当中去运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对于神 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新的属灵生命 有多少认识呢 我们有没有将他很小心 并让我们腾出很多的时间精力 去好好揭力保守 上帝给我们的这份拯救 呼召 而不会被其他人为的因素 而去影响呢 还是我们还想搞多一套 这个所谓一命两灵的属灵骗局 欺骗上帝又欺骗为自己 以为我又侍奉上帝 有同事原来带着人的心智 人的想法 有分别为性的人 梦神使用的仕途 是不会这样的 我记得 我最初出来还没开始侍奉的时候 在神罕院读最后一年 有一位牧者有一天在神罕院遇见我 他就拘捕我坐下 说跟你聊聊天 我其实也认识他 不过其实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解 了解 他就说Ellen你坐下 其实他没有教我 不过相识一场 在神罕院聊天 他就说我听说你想找工场侍奉 我又没有找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你一定要找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知不知道 侍奉主很重要 你找哪个工场 将来对你很大影响 不要说是按目的问题 将来你侍奉得 能不能有很多人欣赏到 看到神 需要使用到你 也会很大影响 我说我听说 那怎么办 他说我告诉你 有哪间教会有请人 我开始明白 原来他想帮那间教会找全道人 他这间教会很有发展机会 有百多二百人 不止你现在自己在参与的教会 有几十人 我说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去 我心里就说 我现在都不想 因为最后一年的神学 我想专心 因为我神学三年两年 读三年的课程 很逼的 我每期都是满了学期 我说我都不想那么多 我暂时不想到将来才算 接着他就跟我说 不行的 你现在要好想 你最后一年的了 那我说 不想着了 多谢你这样介绍我 如果那间教会真的要找人 或者谁有兴趣 你介绍其他人去吧 他说Alan 你这样不行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找回那间 差不多的教会去侍奉呢 突然那些子女 老婆都看不起你 因为你做了一个窮传道 世教会 他们出去跟别人说 你爸爸在哪间教会 我没有人认识的 他说你快点 想想两天 回答我 接着你知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我又跟他说 那位牧师姓龚 我说龚牧师 不用了 多谢你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我不考虑这间教会 因为我暂时不知道 上帝带我去哪间教会 这个圣龚牧师 后来就说 那算了 既然你是这样想 我都没办法 那你将来自己看着吧 看看你自己的家人 小孩怎么对你 走了 小兄姐妹 我留到这里 才和大家分享这个见证 今天其实很多信徒 不要说做传道人 就算做一个平信徒 信主 其实我不想用平信徒这个说法 不过做一个信徒 都不应该带着这样的心去侍奉主 在教会侍奉 我要做到哪个职位 做到主席 做哪个领事的 司班主席 司琴 封琴的主 主音手 如果你是这样想 对不起 你不是侍奉主 你那些侍奉是侍奉自己的 侍奉自己的 侍奉自己的那种利用 甚至可以说 侍奉自己的虚荣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说这么多 把自己的妙子都黑出来 其实他可以这么说 没有很大险 人们说 其实你和我们 你不是比我差 我现在都是信这些假教师 他又没有说我一定死定 到时候再算 保罗你又死定了 保罗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危险 有这样的信徒在他当中 但保罗不想这些 保罗只想一样 耶稣叫我去将他传开 向外邦人传开 我就去传 去哪个外邦人的地方 其中一个去了 你加拉太教会 除了加拉太教会 我之前有没有去过哪个教会 有 哪些教会 在那些你们不知道的 教会的地方 是什么 阿拉伯 阿拉伯 大马是甲 阿拉伯 弟姐妹 保罗事奉 从来不是想到那个结果 因为他结果在上帝的手 但是上帝要你做的事 就是把耶稣去爱帮传 那你就去传就可以 你任务做 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有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做一命两灵 这种欺诈的手段 没有一命两灵的 弟兄姐妹 在属灵的上面 没有这样的变局 你欺骗自己 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 很多信徒 甚至全道人 今天很多的牧者 都是这样想的 我牧羊得风生水起 等于上帝得荣耀 有没有听过这些歪理 保罗有没有这样 即说加拉太教会的人 听完保罗这样说之后 可能对于保罗来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我现在这个说得挺好 保罗不理 但只管写了出来之后 将这封信遞给他们的时候 让圣灵在这些人生命上 去做工作 那关于保罗去阿拉伯 做了什么事 其实在圣经研究里 有三个很流行的说法 第一个解释 就是保罗去了阿拉伯 福音传道 第二个解释就是 保罗去了阿拉伯正修 然后领受神的 属灵的教导全面 将圣经重新 让他了解过 是进行一个属灵的操练 又有一门派 就是这样想 但我认为这两个 都是猜客性高 高得非常之厉害 第三个流行的说法 主要是谈论到 保罗是要与各种的统 和人为因素都隔绝的情况之下 就是去到一个完全不是自己文化的地方 而在那个地方里面 去将上帝的信息 放弹去和这个人传递 而在那个地方里面 让他更加明白 上帝的救恩 的完全工作是怎么样 或者在那里教学 将道理传开 我就比较偏向于 这个第三个解释 因为这个符合上文下理 保罗不断说到 他的传道是与任何人都无关的 无论福音本质的内容 以至于领受的猜命 都与人无关 而他已经不想依赖任何人 而只想他亲眼看到 上帝他自己的灵与 上帝的道 上帝的恩典 如何借着保罗 去将耶稣传达 开去的时候 让人能够认识到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是一个绝对尊重主的 属灵生命之下 去侍奉主 他不理会 他将会面对有多少的威嚇 他只管服从上帝的命令 然后就希望借着上帝的恩典 使这些能够悔改的人 能够生命得以成长 至于他个人的荣誉 和自己的去向 其实不是他考虑指令 弟兄姐妹 这个正正就是 今天有讲到最后 我和大家分享的事 师奉主 在加拿大书里面 其实保罗就要告诉他 不但要有清晰的福音的理解 并且在传帝的时候 你只观放胆去传 只要说的是上帝的福音的内容 你就说给人知道 知道别人接不接受也好 这是上帝工作 这个不是我们考虑之列 而上帝就是喜悦这样的属灵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还是同心度过 慈悲天父多谢你 让我们透过保罗 他这段的黑历史 如何衍生到 属灵生命的更生轨迹 让我们清楚体现 成帝里的恩典 是如何活在一个 相信你的人生上 求主你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带着 这份同样的心志去侍奉你 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不是依靠人而去侍奉 不是依靠哪一个大习 我们去侍奉 而是我们指着上帝你的道理 而去活在这个地上 当上帝你将我们 预见的人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将这个讯息 准确、无私心地去传开 我们同心去祷告 封靠主耶稣的得生命之后 阿们